苏联六天消灭75万日军 中国抗战八年才消灭45万 苏军战斗力究竟有多强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一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结束 这场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 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 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屈辱和伤痛 中国军民在这场战争中伤亡超过了3500万人 而日军的伤亡只有130余万 具体死亡数字是45万 这也就是说中国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 一共歼灭了日军45万人 而1945年苏联军队仅用了六天时间就消灭了75万日军 我们从数据来看 似乎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战斗力有很大的差别 但苏联军队真的有那么强吗 这相差悬殊的数据背后 是否隐藏着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45年8月8日 苏联宣布对日作战 并集结大军于次日零点十分发起了远东战役 这场战役苏联大获全胜 只用了六天便消灭了75万日本关东军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果只看这场战役中苏军的战绩 可以发现日本关东军和苏联军队的战斗力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苏联几乎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但实际上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那么强悍 结合起苏联发起这场战役的原因和当时的局势 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发起的远东战役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所起到的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促进作用而已 1945年初 德国纳粹已经呈现出了败事 欧洲战争已经步入了尾声 这个时候的美国为了尽快促使日本投降 结束二战 便与美国在内的一些战胜国尽快在战后瓜分世界的利益 美国总统罗斯福便请求斯大林对日宣战 出兵东北 而斯大林则以苏联出兵对日宣战为筹码 向罗斯福提出了几个条件 罗斯福答应了下来 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极大程度的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可即使如此 罗斯福和斯大林却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 达成并签署了亚尔塔协定 该协定关于中国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维持外盟独立现状 苏联租借中国旅顺港做军事基地 苏联掌控中东铁路等等 按理说 亚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条款 罗斯福和斯大林必须在争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签订 但美苏两国却背着中国达成了协定 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更是侮辱了我大中华的民族尊严 随后到了1945年8月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 眼看着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苏联坐不住了 苏联于8月8日根据亚尔塔协定 宣布对日作战 显而易见的是 苏联对日宣战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 而是企图借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为由 从中国截取更多利益 8月9日0点10分 苏联集结了150万的苏联大军 从东西北三面进军中国东北 向日本驻守东北的关东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当时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还盘踞着70多万的日本关东军 日军的人数虽然很多 但苏联军队的人数更多 并且武器装备也领先日军一大截 苏联军队只用了6天时间便消灭了75万日本关东军 而苏联军队仅伤亡3.2万余人 此战结束之后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苏联也实现了最终的目的 和蒋介石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该条约的背景是亚尔塔协定 苏联从中国东北得到了大量利益 外盟也彻底从中国分裂了出去 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时间点 是日本濒临战败 甚至日本已经决定投降的时间点 所以这个时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 战斗力跟之前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苏联军队能在短短6天的时间内 消灭75万日本关东军 并不是因为苏联军队自身的战斗力过于强大 而是因为日本关东军相对变弱了许多 早在1939年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 苏联日本就在中盟边境爆发了一场战役 名为诺门罕战役 当时日本军队代表的是维满洲国 苏联军队代表的是蒙古国 虽然日苏双方并没有正式向对方宣战 但诺门罕战役实际上就是日军和苏军的一次正面交战 这场战役一共持续了135天 日军苏军一共投入了20万人 作战十分激烈 与1945年苏军单方面碾压日军的那场战役相比 这场诺门罕战役能更加准确地体现出苏联和日军的战斗力 1939年5月11日 震惊世界的诺门罕战役正式爆发 日本关东军企图在诺门罕一带进攻外蒙 占领哈拉哈地区 网图将其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 为蓄谋已久的北境计划铺平道路 面对野心勃勃的日军 苏军迅速投入战场 日苏双方一共投入了20万兵力 在军事装备方面 苏联投入了500多辆坦克 将近400辆装甲车 500多门火炮 还有500余架飞机 在整个战役中 苏军的坦克装甲车是日军的7倍 兵力是日军的3倍 火炮是日军的6倍 但是在最终战役结束时 日军仅伤亡1.9万余人 苏军则伤亡2.5万余人 苏军在各方面都比日军更占优势的情况下 伤亡却比日军还多 其军事装备方面的损失也比日军更大 整个诺曼海战役打完 苏军消耗掉的弹药 几乎达到了中国8年抗战 所消耗掉的总弹药量 可即使消耗如此巨大 苏军却并未取得什么辉煌的战果 甚至死伤人数比日军还要多 一次可见 苏军的战斗力并非碾压日军 甚至还不如日军 至少在1939年这个时间节点 苏军的战斗力和日军存在差距 不过不管怎么说 苏军最终还是打赢了这场战役 并且这场战役对二战接下来的局势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诺曼海战役爆发之前 日军方面还没有决定 接下来是执行北境策略还是南境策略 日军的北境计划 是发动陆军向苏联西伯利亚展开进攻 一直打到贝加尔湖 日军的南境计划是发动海军向东南亚各国进军 本来日本方面还犹豫不决 不知道是该北境还是南境 随着诺曼海战役打响之后 日军看到了苏联的实力 便在之后更加倾向于南境 这间接导致日本于两年后偷袭了珍珠港 加速了最终的战败 所以从最终结果来看 诺曼海战役对整个世界来说 有着积极的影响 对于损失惨重的苏联来说 这场战役帮助苏联检验了陆军和空军的各种新装备 并锻炼了苏联大清洗后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军官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了苏联的战斗力 毋庸置疑的是 1945年的苏军比1939年的苏军的战斗力要更加强大 同时1945年的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力则大不如前了 特别是在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后 日本关东军的任务已经从侵略变成了防守 日军的精锐主力早已在中国战场上 几乎被中国军队消灭殆尽 剩下的75万关东军只是日军从日本国内随便拉来的兵源凑上的人数 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 918事变爆发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中国东北地区沦陷 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 威满洲国成立之后掌控东北的清华日军从我国东北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资源 其实力自然会变得更加强大 而当时的中国十分贫弱 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够强大 再加上蒋介石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导致中国的抗战事业变得无比艰难 足足打了八年之久 在这八年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超过了三千五百万 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和创伤 但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反抗 经过八年的顽强抗战之后 最终还是打败了清华日军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期间中国军队虽然只歼灭了四十五万日军 但这四十五万日军是日军最精锐的主力 一直打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夕 日军的实力早已大不如前 自从1945年5月欧洲战场结束之后 日本关东军的任务已经从侵略变成了防守 而日军防守的对象就是苏联 为了尽可能的多凑些兵援 日军从其他地方抽掉二十多个军团 又从国内争了大量的学生 商人 农民 工人来参军 最终勉强凑了个七十多万 可日本关东军的人数虽然凑得差不多了 但质量和战斗力却根本不达标 一个只有少部分老兵 大多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的队伍 可想而知战斗力有多么低下 并且日本关东军七十多万的兵员数量 看上去虽然很多 但跟苏联出动的兵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苏联一直都很在乎远东的利益 1945年8月 苏联一共出动了150多万个苏兵 组成大军 其兵力几乎是日本关东军的两倍 再加上苏联军队的士兵 大部分都是经过二战洗礼的老兵 战斗力普遍比日军强上一个档次 如果苏联在士兵人数士兵质量都全面领先日军的情况下 还不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的话 那就显得太过离谱了 所以1945年的苏军能够完全碾压日本关东军 并不意味着苏军的战斗力过于强大 只能说明日军实在是太弱了 当时日本关东军不仅士兵的数量质量比不上苏军 其武器装备和苏军的差距更大 苏联出动了5500余辆坦克 3000多架飞机 各种机枪冲锋枪等先进武器数不胜数 而日军使用的武器大多都是三八式步枪 投弹筒和迫击炮 落后苏联一大截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战场上一方手里拿着三八大概 另一方手里拿着冲锋枪 这和单方面的屠杀有什么区别吗 更何况日军的士兵数量更少质量更差 还要面临着苏军飞机和坦克的威胁 根本就没有对抗之力 日本关东军最巅峰的时候 号称有百万精锐 可在1945年面对苏军的时候 日本关东军的百万精锐在哪呢 其中大部分精锐早被中国军队歼灭 剩下为数不多的精锐也受困于中国战场 根本无法脱身 中国军队不仅把日军的大部分精锐打完了 还把日本国内的经济和发展给拖垮了 清华日军深陷中国战场八年 打到最后 日本国内的经济瀕临崩溃 物资稀缺 就连最基本的军粮弹药甚至是刺刀都没钱生产了 根本无法支援前线 在军粮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日本75万关东军连开枪都得省着开 战斗力自然会变得更加低下 以此可见 苏军在1945年对抗的日本关东军 其实只是一群武器落后 但要稀缺 没有斗志没有战斗力的散兵游泳 所以苏军才能在六天消灭75万日军 这并不意味着苏军的战斗力比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强 只能说明对抗苏军的75万日本关东军相对太弱了 中国军人所展现出来的勇武和中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 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国家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看来 苏联能够六天消灭75万日本关东军 其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 再见